常有人问 学用数学的George Barr课程在学些什么呢 我说用动态的观点来探究数学 用操作来体会数学的有用 听起来很抽象吧 这次就让我们用这两年学生的作品心得来一探究竟 Remi很喜欢黄金比例这课程 满足参观比0.618的黄金举行 就可无限分割下去 Remi还在早上找很多名画中的黄金比例 由于很喜欢这类似Excel的细算表 通过拖拉就可以方便探究等差人比数列 还有费斯数列与黄金比例之间的关系 小学有很多阴影面积体 这个面积该怎么求呢 Abby同学就做了精美的动画 通过动画我们就可以解构这些面积体的数解算法 佩伦同学欣赏这通过面积评仪 让我们一眼就看出C屏等于A屏加B屏的B式定理证明 任意给三条边是否能构成三角形呢? 对于这个问题 桑尼通过操作也了解到 要满足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 静位转换是竞赛题中参考的概念 通过这个生日卡片 又一眼了解静位转换的数学奥秘 对于理解空间 宇轩同学觉得学校老师应该可以利用这动画 来理解脚椎体积公式 为何是底面积层高层三分之一 博焰同学从柏拉图正多面体这个任务 理解到欧拉公式V加F-1等2这关系 并且认识为何正多面体只有5种 桶桶同学最喜欢的就是这无止境的阶梯错觉 在制作这图形里面 顺便认识空间向量与序列的概念 子浩同学很久前就看过这数学错觉 从这次任务 他理解到可利用学律来解释这错觉的原理 恒瑞同学很喜欢这随机出题功能 人与亲友一起玩 而且还能提升算术技能 昀瑞同学通过这随机出题 认识了世界各国的国旗 而小偶同学还根据任务自己改编 设计了一个台湾各县市地图的随机出题 让他小异的妹妹也可以认识各个县市 更多学生心得就请大家参考这文件 很幸运能遇到这么多优秀乐于学习的学生 其实Georgia就像学立业的望远镜 与虎克的显微菌 我们要学习的不是这工具 而是用这工具来探究数学 体会更多数学的有用 也欢迎你的加入吧